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韩国水域发现了四名疑似朝鲜叛逃者 他们乘坐一艘小船 印度在与加拿大的外交平等上的数学可能不成立 哈马斯释放了两名年长的人质 但家人们仍然为其他被扣押的人感到痛苦 台湾总统候选人抨击中国对富士康的调查 三菱汽车将在雷诺电动车合资企业 NPIR投资高达两亿欧元 请大家收看 在韩国水域发现了四名疑似朝鲜叛逃者 他们乘坐一艘小船 多伦多星报 周二 在韩国海域发现了四名朝鲜人 他们乘坐一艘小木船 这被认为是朝鲜人试图通过海陆逃往韩国的罕见事件 大多数朝鲜叛逃者历来都选择通过中国的陆路前往韩国 这四个人目前由韩国当局扣押 并正在接受询问 以确定他们是否有意在韩国定居 如果确认他们有叛逃意愿 这将是今年第二起朝鲜人通过海陆逃往韩国的案例 印度在与加拿大的外交平等上的数学可能不成立 加拿大正在努力理解印度最近要求两国外交代表平等的动机 这一要求导致41名加拿大外交官离开印度 加拿大在印度的外交代表减少了三分之二 印度指责加拿大干涉其内政并以平等为由 然而 印度尚未公布要求离开的人员名单 加拿大官员对印度没有按照通常的程序驱逐不受欢迎的外交官感到惊讶 印度要求加拿大将其驻印度的外交人员减少到21人 但是当比较印度在加拿大的代表与加拿大在印度的代表时 可以明显看出印度在加拿大的外交人员比加拿大在印度的外交人员多 在加拿大的印度官员的豁免权也比在印度的加拿大官员低 这表明印度并不像加拿大那样担心官方骚扰或报复 两国之间的争端始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指责印度参与了一名加拿大西克教公民的杀害 哈马斯释放了两名年长的人质 但家人们仍然为其他被扣押的人感到痛苦 CNN 两名以色列妇女约切维德、利夫西茨和努里特 库珀在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后已获释 他们于10月7日被劫持 是迄今为止被释放的四名人质中的两名 然而 据信仍有200多名人质被扣押 其中一些人被关押在地道中 剩下的人质包括利夫西茨和库珀的丈夫 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获仍然失踪 国际压力正在增加 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所有仍被扣押的人获释 台湾总统候选人抨击中国对富士康的调查 日本时报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批评中国对苹果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调查 赖清德表示 在选举期间 中国应该珍惜台湾企业 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 富士康目前正面临中国的税务调查 据接近该公司的消息人士称 这次调查是出于与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有关的政治原因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正在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总统 三菱汽车将在雷诺电动车合资企业Ampire投资高达2亿欧元 日经亚洲 三菱汽车将在雷诺设立的新电动汽车EVIC公司Ampire投资高达2亿欧元 2.13亿美元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计划购买由Ampire开发和生产的EV 并以自己的品牌销售 从而在保持开发成本低廉的同时实现电动化 三菱汽车预计将在东南亚和欧洲这两个主要市场销售从Ampire购买的EV 雷诺计划将其EV业务剥离 并在2024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日产汽车也将加入这个联盟 并决定向该公司投资6亿欧元 6.4亿亿美元 警方对基督城清真寺袭击的回应受到审查 调查正式开始 未报 新西兰基督城已经开始对2019年两座清真寺 遭到白人至上主义恐怖袭击的警方和救护车应对进行调查 当时有51名信徒丧生 调查将审查如果应急响应有所不同 是否有可能挽救生命 调查还将调查恐怖分子布伦顿 塔兰特在袭击当天是否得到了他人的帮助 以及为什么马斯吉德 阿尔努尔清真寺的紧急出口门失灵 预计调查将持续7周 香港的Temple Water将收购Lun Medical的新加坡医疗单位 雅虎 香港私募股权公司Temple Water计划收购鲁爷医疗集团 在新加坡的肿瘤学和心脏病学业务 收购Uncle Care Medical和Novena Heart Center将是Temple Water在医疗保健领域的首次投资 该公司专注于亚太地区中市场控股收购 以及其他资产类别如房地产的投资服务 《宠物小精灵》是一项非常奢侈的爱好 我刚刚以7万英镑卖出了一张卡片 英国每日电讯 Tord Recliffe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可梦卡牌游戏TCG选手 以7万英镑约合9.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张 在今年世界锦标赛活动中作为奖品发放的交易卡 Recliffe自称是一名全职选手 通过赞助、比赛奖金和在线辅导赚钱 这张卡在游戏本身中没有实际用途 只有6张存在 并且具有新的插图 进一步增加了其价值 专家估计这张卡的价值在8万英镑至12万英镑之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几条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是韩国发现的四名疑似朝鲜叛逃者 他们乘坐小船试图逃往韩国 这是一个罕见的案例 大多数朝鲜人通常选择通过中国的陆路逃往韩国 目前 这四个人正在接受韩国当局的盘问 以确定他们是否有意在韩国定居 如果确定他们有叛逃意图 那将是今年第二起 朝鲜人通过海陆逃往韩国的案例 真是让人好奇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来逃亡呢 接下来是印度与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纠纷 印度要求两国外交代表平等 这导致了41名加拿大外交官离开印度 加拿大在印度的外交代表减少了三分之二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 印度是否按照通常的程序驱逐不受欢迎的外交官 以及印度在加拿大的外交人员 比加拿大在印度的外交人员多的问题 这一争端使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印度 参与了一名加拿大公民的杀害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 到底是谁在这场外交战中占优势呢 然后是哈马斯释放了两名年长的人质的消息 这两名以色列妇女在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后已获释 然而据信仍有200多名人质被扣押 其中一些人被关押在地道中 国际压力正在增加 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 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情况 我们希望所有人知都能够平安释放 接下来是台湾副总统批评中国对富士康的调查 中国对富士康进行税务调查 据称是出于与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有关的政治原因 这引发了台湾副总统的不满 他呼吁中国应该珍惜台湾企业 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 我们知道选举期间各种声音都会出现 但是中国的调查是否真的与选举有关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然后是三菱汽车对雷诺电动车合资企业 Ampere的投资 三菱汽车将投资2亿欧元 2.13亿美元在Ampere 并计划以自己的品牌销售 由Ampere开发和生产的电动汽车 这将帮助三菱汽车在低成本的同时实现电动化 这也是雷诺计划将其电动车业务 玻璃并在2024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一部分 这个消息让人期待三菱汽车的未来发展 最后是一则关于宝可梦卡片的新闻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可梦卡牌游戏选手 以7万英镑的价格出售了一张 在世界锦标赛活动中作为奖品发放的交易卡 这张卡在游戏本身中没有实际用途 只有六张存在 具有新的插图增加了其价值 这真是一个非常奢侈的爱好 让人难以置信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现在我们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对 和大大业都可以通过个小路